这里是遥远的K星 但有和地球差不多的文明 K星历1999年 王炸 泡泡和成勇 都是18岁的初中生 那时 刘星把自己的名字 写在校工厂的烟囱上 名字写得越靠上 在学校的地位就越高 成勇的名字总在第一个 胖子泡泡子在最后一个 有一天 泡泡决定努力爬高改变现状 王炸试图帮他 结果却不仅没帮上 还把烟囱也弄到了 泡泡由此认为 王炸的大脑 在三年级就停止发育了 王炸也不闹 他确实记不住太多事 每次别人找他 借16人街霸游戏 他就说早忘了借给谁了 我这脑细胞得留着干大事 学校里 超过一半的男生都喜欢杨毅 但杨毅确实喜欢程勇 程勇宣布 谁敢对杨毅不敬 就跟谁拼到底 于是有一天 王炸和泡泡眼看着程勇 打败了一群对杨毅不敬的小混混 可转眼又被混混叫来的帮手碰揍一顿 挨揍的地点在海边 随着武斗升级 爱上了很多铁皮蛹掉进海里 海水被桶内的化学药剂染成一片彩色 接着 程勇也被扔了下去 王炸和泡泡赶紧跳进海里去救程勇 三个人从一片熏烂中游到岸上 然后鼓励自己说 等我们再长大点 一定会赢的 一朵蒲公英华过鼻尖 程勇打了个喷嚏 然后就发现 自己到了二十年后的2019 身份是三爷的手下 平时跟韩光搭档 专替三爷产事 这时 突然有个老大爷提着煤气罐要来杀三爷 韩光瞬间斩断大爷的手臂 煤气罐掉下来炸掉 程勇又打了个喷嚏 重新回到1999年 王炸和泡泡都还在身边 刚才程勇突然晕倒 双眼发白变成植物人 可把他们吓了一跳 没想到不久 他又自己醒来了 程勇说出自己的穿越经历 王炸不信 也抓了朵蒲公英 放到鼻子前 一个喷嚏出来 王炸也穿越到了2019年 他发现自己成了杂志社记者 正跟美女同事 刘连之躲在草丛后 一起调查 延伸制药非法倒卖器官事件 眼前是爆炸的楼房 晕倒的成勇躺在地上 大头人物三爷 踏着废墟走来 他立刻拿出相机 咔咔连拍几张 但他没关闪光灯 韩光警觉地派人围过来 眼看就要走投无路 没想到 刘连之身手了得 三两下就把那些人打怕了 身后还有追兵 刘连之拉着王炸上车 开始狂飙逃离 江城在身后响起 子弹从身边飞过 王炸赶紧打了个喷嚏 回到平静的1999年 大概是海里的化学药剂 造成的影响 泡泡同样有了 打个喷嚏就穿越的能力 只不过 他在未来简直变成了 另一个人 不仅减肥成功 还跟杨毅同居了 王炸认为 这可不是个好消息 崇勇知道 一定会杀了泡泡 所以他坚决要求泡泡 去未来跟杨毅分手 泡泡低着头 未知可否 这时 崇勇带来一个消息 说杨毅送了他一块手表 理由是 想跟他在一样的时间里 他感动极了 也承诺说 我们永远在一起 然后 崇勇提议三人 一起去未来 看看杨毅 是不是和他在一起 到时在校门口 麦当劳见 说完 崇勇打个喷嚏先走了 泡泡紧张至极 赶紧去未来 和杨毅说清楚 其实他是穿越来的 38岁的身体里 装的是18岁的灵魂 杨毅信了 因为之前的泡泡 说不出这么有趣的话 那我38岁的一时 去哪了 消失了呗 这什么东西啊 没关系 反正他也不开心 夜里 杨毅的手机突然响起 那头的声音叫他出去 他说不行 那头就威胁说 不去就断了他的药 杨毅准备出门了 泡泡留他 说程勇要来找他 他不信 程勇四年前就跟他分手了 说是为了他好 然后人就不见了 最后 他听住泡泡 一定不要让程勇找到他 二十年后的王炸 在一辆破车里醒来 看到旁边还有辆破房车 这就是流连芝的家 先前王炸在逃跑途中晕倒 幸好有流连芝 把他安全带回来 他醒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去学校门口的麦当劳 跟程勇和泡泡会合 对于泡泡的体型变化 大家都很惊讶 惊讶过后 程勇决定去找杨毅 泡泡吓得赶紧摆出几瓶酒 想靠着酒键留住程勇 可程勇就算喝醉 也没有忘记找杨毅 泡泡无奈 只好带他去了杨毅的老家 那里已经被拆了 成了一片尚未建成的商业区 程勇不死心 决定向群众盲大姐 打听杨毅的下落 那只盲大姐刚因骑自行车 被撞死了 程勇想 既然是骑自行车出的事 那么只要提前砸烂他的自行车 未来他就不会死 三人立刻回到99年 砸了盲大姐的车 但结果 却并未改变 你被拿我的衣服 怎么会 你盲大姐要骑我的自行车 被撞了 大爷 快 把你家的自行车都砸了 你被拿我的衣服 不可能 你盲大姐去邻居的自行 整条互通自行车全载 你被拿我的衣服 你怎么骗人吧你 你的儿子的自行车 六鱼的 大秀 第一名的 八条肝 我不想你 恭喜 这谁 崇勇终于明白 自行车砸不完蛋 盲大姐就不活了 为了打听杨毅的下落 崇勇决定在未来办一场同学会 王炸醉泡泡快点去未来跟杨毅分手 泡泡沉默良久 终于开口 我知道你们喜欢打我 随时随地可以嘲笑我 好朋友三人组里面 所有我这样胖子当小丑 我没拿你当事 我愿意这样 只要跟你们混在一块怎么样都行 没有你们会被更多人欺负 我恨我的九九年 一二 我恨我的九九年 一二 可是在未来 杨毅把我变得跟你们一样好 不要杀死李洋头 救救你 二十年后 王炸和刘连之调查 非法倒卖器官的新闻上了头条 但是署名 却变成了领导的 刘连之心中不服 却也只能忍气吞声 可是王炸忍不了 他才不管什么行业前规则 立马在杂志社大闹一场 然后带着刘连之离开职场 你跟这儿的人不一样 你是来让世界变好的 王炸向刘连之嗜好 刘连之却满脑子找工作挣钱 王炸临街一动 决定买彩票挣一大笔 他照着未来的大奖号码买了彩票 结果却并未中奖 新的开奖号码 依然出自原来的中奖者 程勇得出结论 原本中奖的人 买什么号码都能中 这是他的命运 就像盲大姐怎么样 都会骑自行车被撞死 也许 美人的命运 都是没法改变的 王炸回过去买彩票的时候 韩光找到了榴莲芝 为了那篇倒卖奇怪的新闻 韩光打下了榴莲芝的右眼 再将重伤的榴莲芝 装进了汽车后备箱 三爷的大本营里 晕倒的程勇 正在接受最完善的看护 韩光坐在旁边一点也不挤 反正程勇突然晕倒又突然醒来 也不是一两次 果然 这回程勇又突然睁眼 开口就要去同学会 韩光便把自己的车 借给了他用 刚到会场 程勇就闯遇了那个 对杨毅不敬的小混混 小混混得意地说 他能让杨毅随叫随到 这话说得比20年前更嚣张 程勇刚要动手 结果泡泡抢先一步 将混混打倒 这时 后备箱里也有了动静 开门一看 里面躺着重伤的榴莲芝 王炸赶紧送榴莲芝去医院 血裤的血不够 王炸就让抽自己的血 程勇则回去质问韩光 为什么有人在后备箱里 韩光骂他神经病 接着告诉他 他现在为延生制药工作 这里其实干的是人体器官倒卖 那些给延生制药找麻烦的人 都会被干掉 程勇和韩光 就是负责杀人的搭档 接着 程勇看到了父亲 如今已是植物人 住院花费一天九千 要想不把管 程勇就得好好干活来挣钱 得知真相的程勇 灰心地回到过去跟杨毅说 自己一点也不好 杨毅鼓励他 我们才18岁 有的是时间去变成更好的人 如果我们变得够糟了呢 不要变坏啊 未来的我们会听到 程勇却认命了 未来还是跟着韩光到处杀人 直到有一天 王炸找到他 他想装作不认识 可王炸不同意 我没个儿不认识你 程勇 我们回去吧 永远活在救救你 王炸不让程勇继续下局 除非程勇杀了他 程勇竟真的动手 将王炸打个半死 王炸说 你配不上杨毅 怪不得他跟了泡泡 程勇回头 内心一片崩塌 这时 泡泡正跟杨毅在一起 说要永远陪着杨毅 可程勇却突然发疯似地冲来 对着泡泡拳打脚踢 还差点杀了泡泡 杨毅是我的 谁都不敢 是你先扔下我的 说是为了我好 跟所有人都断了联系 你去哪了 为什么走 杨毅愤怒地走来 大声质问程勇 为什么离开 程勇说 我的未来太坏 怕把你们都卷进来 杨毅忽然痛哭 他用吃药来压制 程勇离开的痛苦 结果却是未来更坏 程勇痛心至极 杨毅捧起他的脸 那就滚回去 变成更好的大人 永远都不要扔下我 可程勇没法答应杨毅 几天后 杨毅服要自杀了 从这时起 好友三人组回到过去 关系却分崩离起 而在二十年后的未来 三爷又启动了一个新项目 程勇就是新项目的研究对象 因为他的身体 能被二十年前的意识控制 公司就从他的身上 提取了一种命名为 程勇一号的物质 为了验证程勇一号的效果 三爷安排了二十几个植物人 当众给他们注射了程勇一号 没多久 这些植物人便面带迷茫地醒来 他们夺取了二十年前的意识 使二十年前的身体 变成了空客 程勇的植物人父亲 也在这个实验项目中 所以 1999年的程勇 亲眼看到父亲突然失去了灵魂 他立刻追到未来 对着三爷大喊 把人给我放了 可三爷已经决定 清理到那些实验品 枪林弹雨中 不少钢铅的植物人 又瞬间毙命 程勇带着父亲左躲右闪 可父亲还是中枪了 眼看就要走投无路时 突然有辆车 冲到程勇面前 车上的泡泡和王炸 一起瞧程勇伸出手 就像二十年前的那次落水 王炸和泡泡 再度将程勇揪了出来 但程勇的父亲 却没了 三个人回到过去 我们算和好了吧 该得叔叔报仇了 刘连之打听到 三爷打算一周后 将程勇一号撒向世界 让全世界人类退化二十年 到时 1999年 将变成功课 程勇三人 绝不允许三爷得逞 可如果不够强 他们就无法对付延生之药 因此 他们留在99年 开始二十年如一日的 高强度训练 训练效果远超榴莲汁的预计 他惊讶地问三人 是怎么做到的 王炸说 我们在99年 吃下了一瓶嘎麻毒素 该得叔叔都吃 透过瓶子上的小口 毒素每天会渗出一点 只有大量运动 产生足够多的汗 才能把毒素代谢掉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无论发生什么 都不能停止训练 要么死 要么更加凶狠 没时间去想 每天死里偷收的意义是什么 直到二十年后 整瓶主要被汗水代谢完毕 我们停下来 发现自己 还不一样 时间不等人 三爷的第一批药剂 已经通过训练 有编写的鸭群喷洒出去 刘连之和三人组 一起来到 延生制药基地 这是飘在海上的 一艘大船 三爷就在前面 但是双方之间 还搁着韩光 战斗第一回合 韩光毫发无损 你叫什么来着 刘连之 尸城淮北张中 李树文 八级拳 韩光 尸城 十六人接棒 还打吗 刘连之和三人组 一起冲上去 却还是打不过韩光 王炸找机会 将几根钢管 朝站在楼上 关站的三爷扔去 结果钢管被韩光拦截 又重新被扔回来 王炸猝不及防 被一根钢管 贯穿头部 他倒在地上 一生的经历 就像放电影一样 出现在脑海 这时 他忽然注意到一条信息 有人找他借十六人接棒 接着他终于想起 那个借他接棒的人 名字叫韩光 瞬间赶到醍醐灌顶 王炸坐起来 没事人一样 我脑子小 死不了 韩光 你休想再玩我十六人接棒 我这儿能力压九九年住哪 给我等着 打个喷嚏 王炸回到九九年 在一片空壳的末世景象中 他找到了正躲在家里玩 十六人接棒的年轻韩光 炸哥 让谁给花了 你去韩光是吧 啊 上 你别那么大人 谁让人起码还我 来来来 这个 多卡拿走老婆玩什么 你以后 去玩 爸 还有电影仙女 九九年的韩光 对着屏幕上的美女笑起来 与此同时 二十年后的韩光 突然开始疯狂膨胀 最后变成一个 站都站不住的大胖子 自此 三爷大势已去 鸭群也被召回 五分钟后 将撞回延生制药基地 三人组还在基地里 努力销毁成永一号 榴莲芝催他们快走 他们却谁也没动 最后 王炸站出来对劉莲芝说 你自己走吧 三爷把药剂配方 发给了全世界 只要活在一九年 就总会有人来 抢走我们的血 再合成药剂 我们得跟船一脊沉调 劉莲芝哭着抱着王炸 嘴里念出一连串小时候 最喜欢的东西 他要王炸回到过去 抓到他 抓紧他 人生太短 一秒都不要浪费了 五分钟后 刘莲芝坐在救生艇上 远远看着数不清的乌鸦 遮天蔽日地撞向海上的大船 同时 三人组重新再久久年醒来 我们清楚地看过未来的痛苦 离别 和死亡 可即便如此 我们还是义无反顾地奔跑 像统计岩石的浪潮 一边又一边 不像陡峭的未来 这是2024年上映的国产电影 从21世纪安全车里 人们常说 长大了就好了 可长大以后的成勇 再也没了少年时的意气风发 长大以后的王炸 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没心没肺 长大以后的泡泡 依然还是个不开心的瘦气包 只有长大以后才知道 未来并没有想象中那样美好 少年时真心承诺的永远 转眼就成了最幼稚的笑话 这时又该怎么办呢 带着绝望离开 还是带着希望抓紧生命流失的每一刻 程勇三人选择了回到过去 如果38岁注定要死 那么就在死亡来临前 好好珍惜当下的时间 想抱紧每一个人 就算短暂 想变成够好的人 哪怕最后会熄灭 我们变成矿野里的星火 想在夜空里炸个粉碎 照亮长夜吧 这才是少年人的感觉 永远热烈 永远奔放 永远充满希望 哪怕明知未来会消亡 依然会在当下之一刻去拥抱永远 在这个层面上 程勇三人虽然死在了未来的2019年 却永远活在了过去的1999年 倒是那些继续在未来活下去的人 反而更要想办法 将这份永远尽量延长 少年时代必将离去 长大后的烦恼 越来越多地侵蚀掉少年时的热情 人渐渐变得麻木而迟钝 只在偶尔看到过去的痕迹时 才会突然泛起一丝热情 几而感叹一句 那时真好啊 但其实 真正好的 并不是少年时的那个年代 而是少年时的心情 找回那颗永远热爱这个世界的心 也就找回了失去的少年感 也就能开启 一段新的人生 何止电影 任我带你看透电影的一切 我们下期再见